歡迎收看今明天下荷蘭 半導體的設備大廠 ESMO 那麼要啟動 史上規模最大的在台投資 預計會在明年動土 同時也在南韓 那麼現在設立了 最新的半導體生產的 這個技術基地 也在今天動土 那麼現在加碼 投資台灣跟韓國 是不是代表半導體的景氣 已經要開始復甦了 不過美國現在 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制裁 是持續在進行 那麼現在供應鏈就傳出說 高通現在預計 要跟非中國的晶圓代工廠 來開始接洽了 同時也要把原先在中心 成熟製程頭片的 五成的產能給轉出 那麼現在去中化的態勢 可以說是越來越明顯 以及現在全球涅的庫存 是持續在下滑的 也帶動了涅架的上漲 由於這個涅是電動車電池的 關鍵材料 同時也是製造 不鏽鋼的主要的成分 有哪一些相關的個股 可以搭上順風車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 謝承諺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永明 大家好 金周刊顧問林鴻文 大家好 以及資深分析師 林永明 大家好 好 現在我們看到 艾斯摩爾要在台灣 跟南加碼投資了 是不是要為接下來 半導體的成長 要先做準備 好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Business Korea 特別報導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必須去正視這件事情 因為艾斯摩爾要投資 2400億韓元 在韓國 而且他派的是誰 他們的執行長去 他為什麼要在首爾 蓋這個基地 1.6萬平方公尺 相當於5000坪的這個園區 包含了維修中心 訓練中心 研發中心跟教育體驗中心 2024年就完工 不論是疫情也好 惡物戰爭也好 大家發現一件事情 我必須離我的消費地 越近越好 因為避免這個供應鏈 短缺的一個問題 避免運輸 跨海運輸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決定 直接在地化生產 問題是比重很高嗎 我們看三星跟海力士 在韓 就是目前韓國 因為佔它 它銷售比重三成 三星跟海力士加起來 去年是33% 再前一年是30% 所以你一年成長多少 10%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說三成跟台灣比 台灣是四成 所以緊追在後 所以勢必要去這邊 把這個在製造中心 他們叫在製造中心 好好的這個規模把它做起來 當然這個ESMO的CEO 溫寧克他就表示說 因為現在晶片的技術複雜度 越來越高了 所以跟當地的客戶緊密合作 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在韓國 成立訓練中心 有助於這個技術 離客戶更近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他要取得在地的零件 從10% 現在是10% 他要提高到50% 所以勢必要在地化 這件事變得很重要了 他也認為說半導體的應用 會延伸到更多領域 因為很奇怪 大家會覺得說半導體 不是說景氣衰退嗎 庫存越來越多 但是因為半導體設備製造的時間 包括他的機台製造的時間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等到他製造好的時候 搞不好景氣就回溫了 所以他必須趕快去佈局 包括車用 包括車載娛樂系統 包括高速運算等等 其實就是他現在看好的一個方向 所以他不是左眼在說 我消費性電子這一塊 不是 那預期2030年半導體市場 他認為營收會再增加一倍 這個是很驚人的 達到1兆到1.3兆美金 做這樣的一個佈局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三星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我們之前似乎也聽到 三星營運狀況不佳 可是他卻在這個時間點 大眾做佈局 你看Bloomberg特別講到這件事情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Second Source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三星說 他的客戶現在在幹嘛 尋求第二來源 我們所謂的備胎 也就是說台灣加一 什麼意思 過去大家高度仰賴台積電 所以你看這一次考慮到 地緣政治的風險 全球的技術產業都要找什麼 找半導體的替代來源 我放眼望去 台積電之外能夠替代的誰 那不就三星嗎 所以三星為什麼這一次 抓緊這個機會大動作的不但是要擴廠 而且就要在先進製程這個地方 大張旗鼓 加速度追趕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看他這一次 這個真的是雄心勃勃 他說要直接跟台積電競爭 能不能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預計到2027年要比去 今年產能增加多少 3.3倍 所以他等於搭上了這一次 地緣政治風險 所有的客戶在尋求 第二來源的這個時機點 大幅度的擴張 當然我們也會擔心 從他的財報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你這個 不管你現在消費性電子也好 你現在手機的開工率也好 從這個Business Korea 他走公告的資料我一看 我其實也嚇到 因為三星既然創了有史以來 智能手機工廠 就智慧手機工廠 工廠利用率最低的紀錄 只有72.2% 去年同期是80.3% 這下滑了8.1% 這是從2010年以來最差的 那在這麼 當然我覺得在這麼差的情況下 還有一件事情 也是逼著他必須趕快往前 因為你看庫存 現在57兆韓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38.5% 庫存增加了將近四成 增進非常多 不管是D-Rain NAND IT產品都是這個高庫存 庫存高達16兆 這麼多的庫存 你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原因很簡單 其實他並不是著遠於 我剛才講的消費性墊子 而是他基本上簡單來說 就是要追趕台積電 要去做台灣加一 台積電加一的那個一 所以他把他的目標定出來了 他的四大目標 第一個第二代三奈米 第二代三奈米 2024年要量產 第二個2025年要量產 2奈米 真的是我剛才講雄心勃勃 對不對 真的 更可怕的事情是 我在想真的假的 他訂了一個2027年要量產 1.4奈米 2027年就可以1.4奈米 然後先進製盆產能 先進晶片的產能 未來五年要兩倍以上 這個1.4奈米 他就講了我要運用在什麼 我剛才講的車載娛樂 還有包括一個能力 就是我們講新能源設備的一個轉換 還有包括什麼高速運算這個部分 所以他把眼光放得非常非常遠 所以你看上一次還記得嗎 在今年6月的時候 李在龍到哪裡去 到ASMO去幹嘛 去談 就說我要來採購你的這個設備 為什麼要大動作去做這件事 如果我要大幅度的擴張產能 我的設備一定要確定能拿到手 因為畢竟ASMO就是 三星最大的合作夥伴 所以他親自去訪問ASMO 固裝很重要 要不然台積電 要去美國跟日本對不對 台積電搶到機台 他如果沒搶到怎麼辦 結果這一趟去真的有效 為什麼 因為ASMO在韓國 這個新晶片園區有沒有 他就派執行長來 你看11月15號抵達 要去參加他的什麼 動工的這個動土儀式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甚至兩個人有沒有機會碰面 就是李戰龍跟溫寧克有沒有機會碰面 有 那就代表未來對三星來講 他的擴展計畫 他的設備的工藝就不於匱乏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就在想一把手來了 可是我看最近 ASMO不是也來台灣嗎 來台灣的是誰 你執行長不會有兩個 我一看還好 就他們的副總裁 跟他們的首席運營長 一個CEO 一個CEO 然後副總裁在台灣 OK啦 OK啦 因為畢竟執行長只有一個 那畢竟人家是這個園區動土 你總是要去故莊一下 那這次來其實也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這個蔡總統 也親自的接見 也感謝他們的在台灣的投資 因為畢竟2003年 ASMO就來台灣 而且台灣唯一 DUV光照傳輸模組的製造機 就在台灣 其實在台灣有很多ASMO 直接派出在這裡的工程師 你看員工超過多少 4500人 五個場子4500人 那ASMO明年7月也要投資 他不光只是派二把手來 他明年也要投資 這個北部投資案 是ASMO在台灣 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金額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整個半導力產業 似乎應該會開始脫離 大家原本擔心的 走下坡的一個陰脈 應該會越來越好 尤其是我剛才在講的 各產業的一個應用端上 好 剛剛呈現到我們看到 ASMO現在要擴大在台灣 還有包括在南韓的一個投資 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半導體產業開始走出谷底 接下來要開始復甦了 不過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 也報導說現在ASMO 正在打一場非常長期的 這個晶片的遊戲 那麼對於ASMO來說 那麼這當中提到 公司預計到2025年 年度資本支出會達到15億歐元 比一年前的這個目標 會高出50% 而另外在比較先進的 這個High NA EUV的一個部分 預計在2024年也會出貨 所以就要請教這個有名哥了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台灣的先進製程概念股 會不會也因此跟著受惠 多少都會 我想這個故事的延續 基本上還是從台積電的法說會開始 因為台積電的法說 大家都知道說 成熟製程這一塊的產能 確實是有鬆動 加動率有下來 但是在先進製程這一塊的話 沒有人敢降 因為你現在這樣的話以後就會後悔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整個在先進的比較高端的 這一塊確實是還不錯 所以我最近在想一個問題 這個股神既然都來買台積電 其實他最應該去買ASMO 只是他沒有在研究科技類股 所以他是以現金流量的一個考量為主 但事實上ASMO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時間點越不景氣 越是軍備競賽的時候 所以原則上的話 包含跟他訂的人 包含第一個台積電 第二個英特爾 當然第三個就是三星 所以這些的話 基本上都要跟他做 一家公司 你看他的資本支出 你看到2025年的時候 他這個資本支出是15億歐元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可觀 比一年之前高出了50% 所以大家認為說 其實半頭體不好 可是我各位要把它分開 成熟的跟先進的確實是有差 先進的這一塊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從DUV EUV 已經到更新的 包括High NA的EUV的一個部分 它很貴 以前我們在說EUV的部分 大概差不多就是1億美金左右 對 但是現在這個是 3億到3.5億歐元 現在歐元跟美金差不多 差不多的一個部分 我想製程上面來講的話 這個NA EUV到底是要用在哪裡 第一個 它是2奈米以下 所以剛剛陳燕特別有提到的 比如說1.4奈米 這種的話 可能這種微同理設備 靜輪式的這種 它就必須要用 是必要的設備 對 就是必要的設備 它現在增加90台的EUV 跟600台的一個DUV 從2025 2026 2027這樣開始 所以現階段 目前看起來 它這是一個獨佔的產業 對 世界上好像還找不到 跟它可以PK的 以台積電來講 3奈米跟2奈米的 這個世代來講 3奈米當然就是我們熟知的 FinFit的技術 它用的微影 這個技術的話 就是EUV跟靜輪式 然後再來的話 它已經開始達到量產的一個能力 它的廠是在南科 所以南科的地價是因為這樣在漲 2奈米的這一塊的話 它用的製程技術就比較不一樣 是GANA的NanoShit的部分 然後它預計是明年的下半年量產 然後現在目前的廠區 是在新竹的寶山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整個供應鏈這一塊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早期在做 台積電資本支出概念股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一定要說建廠 所以建廠相關的話 就是漢堂跟凡宣 但是現在基本上 因為南科的廠也在蓋了 龍塘 寶山這一塊都已經做出來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是這一次的重點 光照合的部分 大家也都知道是加登 我稍微去研究了一下 加登當然從以前的DUV EUV 但是現在到新的 這個所謂的我們剛剛說 最新的這一塊的話 不知道它有沒有做出來 現在目前沒有資訊 還有檢測設備 精密零組件 有一些公司大家可能比較不熟 比如說像易德市 設備跟備品是金鼎跟紅塑 但是最重要的是 台積電直屬的嫡系的人 第一個的話就IP業者的創意 第二個的話後段的 比如說你去看到的 微型的光學代工的 這個財運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工業裡面 既然現在目前台積電是升天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會不會其他的 跟他比較嫡系相關的 也積選升天 第一個 首先我們來研究一下 台積電 我們花了幾個禮拜的時間 跟各位講台積電 台積電一路在跌的一個過程中 是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這個我們沒辦法控制 但是我說過 月跌到370的時候 就一堆鬼故事 但是現在你漲上去之後 古神來加持 就開始一堆的神話故事 對 所以原則上 我想還是一個持平的心態來看待 一個股票從676跌到了370 反彈1分之1的話是472 反彈1半的話是523 反彈1分之2就0.618 附近大概是574 各位我們可以看一下 對現階段來講的話 台積電已經變成小標股 就是它可以暴跌 但它也可以暴漲 對 它這一波漲了33% 但是來到了今天的位置的時候 已經來到多少 494已經接近快500塊 這個地方其實說實在的 494在哪裡 就在這個中間 1 3分之1跟1 2分之1的中間 然後它同時是過了半年線 但是這裡卻有一個平台的景線 跟缺口也補了 所以我認為其實到今天為止 短線的滿足點應該到 但是長線可能還沒有 因為各位可以去看花旗環球 我們之前說的 它的目標價是570 它是用38 37 45的EPS來估 如果說是570的話 應該就是很接近它的長線目標 但是一個股票不可能 尤其像這種這麼大型的股票 對不對 不太可能就直接這樣子 一飛像火箭 火箭衝天一樣 所以它可能行徑之間在這個位置 它必須要稍事整理 現在回頭來看的話 因為今年大家抓到了一塊浮木 好不容易碰到了現在這個行情 所以有一些的股票 尤其是只要沾到邊 甚至更何況是嫡系的 那就直接就報復性的反彈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創意 創意在這一波跌非常非常的深 而且跌到市場上都覺得說 它可能會出了一些資金上的問題 公司營運非常好 但是可能市場上的一個 多方的一個角力 多空的角力 但是後來它直接用V型反轉 直接上去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台積電V型反轉可以接受 就是所謂的 不管是被動式的基金 或主動式的基金 在這個地方去買進 可是像這種股票 做得這麼急的一個急 會比較類似 像這個狀況要稍微比較注意一下 千萬不要在它創高的時候去跟 因為算起來的話 它今年的EPS 大概落在20塊 前三季是15 落在20到22 整數的關卡700也好 今天的高點696 換算起來本益比已經35到37 以前在大多頭時代的時候 IP股的本益比大概是落在 差不多35到43之間 這個還OK 可是現在並不是 對 所以你來到這個價錢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要停看廳 回頭我們再去看另外一個 它整個敵系的 這個叫敵長子 我們來看看 它的二兒子的一個部分 二兒子的部分的話 彩玉就相對比較可憐 因為今年來講的話 彩玉大概是可以賺到7.5到8元 那現在的一個股價在200塊附近的話 本益比大概25倍 那相較於創意來講的話 它本益比是比較便宜 那如果這一檔股票 其實它法說只講了一個重點 說我是台積電 台積電投資我的 對 它其實什麼都不需要講 所以我們這邊在講到就是說 會不會有補漲的機會 那市場上其實不太會去做其他 比如說什麼建廠設備 或者是什麼的 會直接在這兩檔裡面 搞不好會去做價差的一個套利 所以這一點在未來也是有可能會發生 好 另外我們再來關注的是 其實現在在半導體產業 我們說到如果說突然轉冷的話 其實設備廠商 其實同樣也都是難逃頹勢的 不過現在個人電腦 跟智慧手機的需求 這個終端需求的確是開始減速 但是ESMO卻在進行擴大投資 大擴廠這樣一個計畫 就要請教洪文哥 他其實是看好的 是哪一方面的一個需求 艾斯摩爾會逆勢投資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剛剛講的 你說我們現在都覺得景氣不好 可是那景氣不好 是消費者的這種需求減弱 大家買氣也不好 所以你受到影響是手機 是PC 這種比較是consumer的產品 但是大家很清楚 你在那個不景氣的時候 就是企業要怎麼樣 要建設自己 強化自己 然後以後要競爭的 所以你說企業在做很多的 這種基礎建設的投資 剛剛講的就是 不管是你是5G AI 或者是你是高速運算 你是伺服器 你是資料中心 這些或是網通等等的設備 你都要強化自己的競爭力 所以我說B2C會受損 會受影響 可是B2B不會 所以你簡單講就是說 所以那個高階的HPC 或者是這種AI的晶片 其實是不太受到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艾斯摩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講護城河 巴菲特最近買台積電 護城河 艾斯摩爾有護城河 台積電有護城河 三星 英特爾可能也都有 當然比較弱 他們那個護城河比較小條 台積電跟艾斯摩爾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在高階製程 他們已經鎖住了 那個競爭的贏者圈了 別人進不來了 所以你看你10月7號 美國發動新的一波的 對中國的禁令的時候 你看到五大半導體設備廠商 什麼硬材 KLA等等 他們每一家都 他們降低他們的什麼 未來的業績的預估 可是只有艾斯摩爾 對未來的成長還很有信心 所以他股價也是衝擊最少 為什麼 因為他的EUV是沒有競爭者的 而且他供應給台積電 三星跟英特爾 這些也都是贏者圈的 沒有人進得來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高階製程的 它是獨賣 然後你的客戶也是獨家 所以光這樣的一個 你的護城河 就讓你可以 你的競爭力可以比人家強 所以你看很多外資在沽 台積電明年的獲利 幾乎都是為輔成長的 整個半導體是不好的 那你現在也看到很多 艾西設計公司 還開始要裁員 但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護城河是有多重要 巴菲特看的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艾斯摩爾這樣子在做 你也可以理解就是說 這個 但剛剛在講 他去韓國跟台灣派的 是CEO 一個是營運長 那我自己是覺得是這樣 因為過去其實艾斯摩爾 最大的客戶就是台積電 那我們知道台積電在荷蘭 還派一個有派人在那裡 把他最好的設備都挑過去 所以一等的設備都是台積電用 台積電在用最好的設備 稍微差一點的是給其他人用這樣 所以台積電是挑到最好的 那現在我覺得 現在是因為三星要重振 他的旗鼓 然後李在榮因為被關了之後回來 他有重新要振作 所以他跟艾斯摩爾的確是有一個 很大的承諾 他要採購多少設備要什麼 那艾斯摩爾老實講 對客戶來講就是一定要提供好的服務 所以你看他這一次 在韓國就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基地 但事實上他在台灣已經有五個基地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在台灣已經建設的 比較完整了 他現在是韓國 所以他過去其實投資台灣 其實是比較完整的 比較多 對 因為他就是最大客戶就在這裡 所以這是我的解讀 好 另外我們也來看到在這個報導 現在有指出說 蘋果現在打算像美國亞利桑那州 一家還在興建中的工廠來採購晶片 那麼其實他們就是希望可以降低 對亞洲晶片廠的一個依賴 不過這座工廠可能指的就是 台積電正在興建的晶圓廠 其實就是5奈米的晶圓廠 不過我們要再請教洪文哥 他這樣子的一個廠房的話 是真的可以滿足蘋果他的需求嗎 好 我們如果說從產能來講 大家知道就是說 台積電的這個 他現在是一個廠 然後有第二個廠 那第二個廠 當然他沒有證實說 他真的要蓋 不過他說他先蓋那個機殼 那個廠房 因為反正就是一次的功夫 請了這麼多人來 那就乾脆廠房先建起來 那廠房建其實是花小錢的 真正要投資是設備要進來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那個說明 其實應該大家看到都是八成 覺得應該他的第二場 就是三奈米那個會做 但是剛剛講的 蘋果為什麼要說這樣子 庫克為什麼這麼說 他其實很清楚 因為美中在打仗 所以蘋果他要用的這些零件 他一定盡量要去中化 沒有去台化 不是去台化 是應該說盡量把它的 要用的產能是放在美國 所以台積電在美國這個廠 以後我相信 蘋果一定會是最大的客戶 但是我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台積電在美國的產能 基本上即使到2026年 這是UBS的預估 2026年才占他整個的產能的3% 目前是1% 1%是之前有一個8吋廠 那現在這個新的廠 他即使 因為他的5奈米是2024年 要開始量產 那二廠還不知道 所以很可能是2026年之後 所以你看到2026年 UBS估這個台積電的美國的產能 只佔他全部的3% 但是大家知道嗎 蘋果在台積電下單 佔他營業也是佔26% 等於中間他沒有辦法去補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還是要以台灣下單為主 當然你如果說 美國的一場二場通通開出來 2010年的產能 當然會開始比較明顯的增加 但是要達到26%那是不容易的 那個我覺得15年20年 可能才能達到那個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間是 真的是很長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台積電即使在美國投資 在日本投資 他台灣從來沒有停過 他台灣的新廠還是一直開 他現在這個新竹寶山 要做2奈米的 那之前高雄有一個7奈米 那1奈米說要在桃園 這個事情可能還沒有完全確定 但是他已經在規劃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台灣投資很多 你國外的投資即使增加了 你要占整個產能比重很高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想台積電 即使這樣做是對的 他把最先進的放在台灣 外面的廠都是他的分身 他以後把台積電 這個台灣總部的產能做好了 然後他再分給其他的美國 日本 或是以後的歐洲 台積電我還知道 他們派他們一個最厲害的副總 過去當美國的總經理 那個王英朗副總 是台積電歷來 績效最 升遷最快的副總 他過去負責美國總經理 我相信他應該是可以把台灣的DNA 台積電的DNA帶過去了 當然美國人不是那麼好管 不過我覺得這些事情可以樂觀預期 好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 美中科技戰影響到 台積電設廠的一個佈局 不過大陸的晶片 也是不是受到美國這個禁令的影響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個打擊 結果我們看到現在就傳出說 高通要去中化成業 這個中芯的頭片 現在整個被砍半 那麼台灣有沒有可能從中收回 因為高通基本上 它在中國的晶片來源 大部分是中芯 那高通跟中芯合作為主對不對 那高通在這個你看 手機市場來自於中國的部分 佔了67% 可是現在傳出來是說 它開始跟非中國以外的 就是非中國的晶圓代工廠 接下 這個是很奇怪的 因為你主要的市場 是中國手機市場 可是你卻跟非中國的 晶圓代工廠接下 而且高達五成的產能 那其他的才留在中國 那這個部分你其他怎麼補足 那基本上 你非中國的手機品牌 5G跟車用這一塊 其實也是高通很大的 一個市場來源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就會跟中國以外的 這些晶圓代工成熟自成的 這個品牌來合作 但從這個地方 我們確實看到 對整個中國科技廠的影響 相當相當大 為什麼你看像長江存儲就說 這個管制零件出口到中國 這一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講很嚴重 幾乎要讓我們窒息 因為畢竟 中國真的整個自治的比例很低 因為他就是靠組裝 也沒有零件怎麼火 另外一個像一個 這個半導體新創的創辦 其實過去你在整個成長過程中 你不要源源不斷的資金 現在資金都快燒光了 找不到清楚 很合理 而且市場也沒有像川普 剛開始制裁那麼寬鬆 那大家也記得過去幾年 因為川普開始制裁以後 這個中國的大基金 開始進入市場 這個大基金進入以後 很多人開始成立這個晶片公司 就用新 新這個公司 可是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時間不會一直延續下去 都還不斷的在成立 這過程中這個起起伏伏 可是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中國晶片業的高層 他們在今年半導體展 講的一段話 他說明年會比今年更差 比今年更差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聽到 這句話以後 乾脆都注銷了 因為我剛才講 前面大家都還抱著一個希望 今年總共注銷多少 3470家 2020年是注銷1397家 所以參加完伴了你知道 沒希望了 賣了 注銷 注銷登記了 當然這個情況也發生在 我們也看到在矽谷 就是說整個科技業的寒冬 確實裁員的部分 華人還要抱團自救 沒有錯 為什麼要華人抱團這件事 我們特別談一下 因為其實在美國矽谷 大部分說為什麼華人很難 做到這個比較高層 就是因為他們各自為政 就自己做自己的 所以你很難在抱團的情況下 不斷的想往上升遷 但是這一次 因為這個裁員的狀況實在太嚴重 你看像META我們之前就講 一裁就裁了1.1萬人 占整個公司員工人數13% 這個是很重的 一轉頭你被裁了 然後對方說你不是也被裁 說的也是 這個裁員的情況是很嚴重 你看這一個 這一個算是一個滑稽的一個 在矽谷工作的員工 他收到就是說他早上在看信 然後在家裡 結果收到了裁員通知 META的裁員通知 而且他這個裁員通知是說立即生效 他不是跟你說我們跟你講 什麼時候沒有立即生效 所以他要馬上的去跟 透過遠端的方式 跟同事交接 連進去公司 他說以後最後一面什麼 都沒有機會 全程在家辦離職手續 連道別都沒有辦法 然後設備怎麼辦 你還有拿公司的 可能筆電 手機就寄回去 就這樣子很冷血的切割 就好像美國電影演的 就拿一個箱子有沒有 旁邊還有一個保全 就看著你把東西拿 然後你要放進去 他說這是你的嗎 不是還要放回去 然後就拿一個小時候 這樣子走出來 這個時間 整個過程就一個小時 你就馬上 你就被公司切割了 速度非常的快 現在這個矽谷裁員潮 其實非常的嚴重 華人也發現說 如果再像過去一樣 各式為政 要度過難關很困難 因為被裁的那個不是個案 不是特例 是大部分人都被裁員的情況下 你要找到工作就很辛苦 以前在矽谷工作 剛進去沒多久 你這獎金什麼拿一拿 一年四百多萬塊五百萬台幣 然後過個幾年就七百多萬 七百多萬台幣 甚至上千萬都有 而且中間還有股票對不對 可是現在股票大幅縮水 要找工作也很難 時間越來越長怎麼辦 所以這一次很特別 大家都說 為什麼我們這裡特別意思 華人抱團 因為這一次包括工程 這是一個矽谷的城市設計師 他直接做這個叫周宰南 他就決定我要做一個社群 這個社群我要幫助大家 我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華人都不抱團 我們就 他就一個晚上而已 就跟這個什麼 就把這些全部拉來 然後這個社區全部結合在一起 然後同時也找了簽證律師 就幫大家一起解決 在美國找工作 或是後續找工作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從這一次 我們也看到這次裁員潮 真的太猛 你看我剛才講 一個小時關閉辦公圈 這個不是唯言聳聽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環境艱困的情況下 更應該想辦法努力的 去突破困境 不過確實說 在這個環境之下 確實還是不簡單 在矽谷的裁員潮 最主要還是源自於 在美中的科技大戰 不過我們說到 在美中之間的角力 大家很關注 台灣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我們看到 這是英國的新任首相 蘇娜克 他其實16號 要在這個G20峰會 他會跟這個習近平來會面 其實這也是兩個國家 五年以來 首次進行的這個峰會 不過在這之前 他有提到說 英國不排除 在台海如果說 發生衝突的時候 蘇娜克說 準備好要支持台灣 而且他也說 不排除在衝突的時候 會幫助來武裝台灣 要請教楊老師 為什麼他會忽然去提到 台灣這個事情 記者問 對不對 記者問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回答 他也不能說 我就決定不輸送武器給台灣 對不對 西方媒體的記者 總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後 認為中國一定會攻打台灣 台灣會是下一個烏克蘭 因此你跟中國改善關係 你就等於是拋棄台灣 基本上有這樣子的認知 可是我們剛剛前面 談很多是科技的層面 美國在這個先進製程 或者是高階製程層面 的的確確 在半導體層面 是跟中國在做切割脫鉤 去中化 可是你不要忘記 就整個就是說 生產量的大部分的成熟製程 是沒有的 美中之間的貿易額 事實上還不斷的增加 光今年的前三季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也已經來到了 將近3000億美金 因為去年是達到3500億美金 所以第四季一定會 今年一定會超越去年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蕭茲的效應 也就是在集團體之前 德國的總理蕭茲 去北京訪問 政經分離 也就是當我們現在看到 也許科技戰 覺得好像是在中國 美國之間做選擇 但那只有在這個層面 其他層面 你說光是製造業 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 這些傳統產業 或者這些大宗物資 其實中國還是最大的 貿易製造消費的國家 現在中國供應鏈 慢慢也擴大 變成亞洲供應鏈 這次的集團體就很清楚 東南亞跟中國 已經在RCEP的概念之下 越來越密切 所以連德國這麼做了 然後習近平陸續建了 美國 澳洲 英國 韓國 南非 荷蘭的這些元首 英國的這一位蘇納克 我本來想說 這次去參加集團體的 兩個印度人 大概都不會跟習近平見面 結果這個印度人 英國的首相 英國的首相蘇納克會見 但是印度的總理莫迪 還是不見 蘇納克見 我講基本上是他很務實 雖然印度裔 但是他反而是展現了 英國人的務實主義 也就是他把對中國的定義 從過去在他的前任 特拉斯說中國是威脅 再前任強生說 中國是系統性的對手 他把它拉回來說 系統性的挑戰 現在在習拜會之後 其實中美之間也回到了過去 稍微常態的這種互動 跟維持關係 當然在台灣的議題上 還是很堅硬的 可是這英國就看到 球有的國家都這麼做 我覺得他當然是 從他自己本身國家的利益 從他經濟的角度 當然在政治上 安全上 他還是維持跟美國的一致 可是當媒體在問的時候 這個不是在平時的軍售 我們平時的軍售 不會去買英國的 因為系統 裝備 以及美國賣我們 這個英國也不會考慮 在平時的軍售給台灣 可是發生戰爭的時候 會不會輸送武器給台灣 這媒體問得真的很簡單 他也很籠統的回答說 這都是在我們考慮的範圍之內 我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要知道這是媒體的某種氛圍 以及在當前的這種氛圍之下 可是蘇納克他自己本身 你看整個改變 對中國的認定 叫系統性的挑戰 以及他追求了 蕭茲跟馬克宏一樣 本來因為大概到昨天的時候 這個會議都還沒有 百分百確定 蘇納克以及影席月 在今天的時候確定 而且馬上他就要見 那也就是表示他自己也在觀望 也就是他還是要從他自己 本身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 那就是我們看這些問題的時候 要掌握到的真正的脈絡 好 我們稍後回來關注的是 是在國際涅價 那麼在這一波是大漲15% 是8個月以來最強的漲勢 那麼現在有哪一些相關的個股 可以來留意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稍後可以去辭曲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